所以在26个英文字母当中 经常会有些发音比较相近的字母 会比较容易听混 因为无线电的传输当中 信号比较容易失真和衰弱 比如说哪个 BG B和D B和D非常容易听错 所以说在无线电英语当中 世界各地的空管 我们约定俗成了一种字母解释法 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下 26个字母和10个数字 在无线电传输当中的 标准的读法 我学习习 因为我很笨 没事 相信你 你可以的 大家就来个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 我的名字是杨子 第二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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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各位先生 我的名字是Pusha 我的名字是Pusha Pusha Pusha这是到奥斯卡领奖的节奏吗 希 希姐 余希张 哈喽 我的名字是张余希 是世界小姐选宾冠军的获奖感言是吧 下一个 大家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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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Tito 我是买林立东 我叫张余 我从中国 北京 欢迎来中卫陶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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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怎么使用 怎么发音 现在第一个字母吧 咱猜一下 阿尔法 阿尔法 对 阿尔法 阿尔法 第二个字母呢 阿尔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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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三个 大家知道这个怎么读吗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 除了字母解释法 还有用一些经常用的人名和地名 查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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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就是有一种开启了新的一线大门的感觉 可能平时这些英文单词在我面前都不陌生 但是现在他们突然有了一个新的身份 会觉得很惊奇 其实挺难的 祖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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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祖鲁是非洲的一个祖 是 祖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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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祖鲁是非洲的一个祖 祖鲁 祖鲁 inc 除了这六个英文字母的 还有十个数字 这十个数字 如果用正常的英语读法怎么读 我 我 太棒了 gen 太棒了 一个是五 一个是九 这几个在无线箭里面 不那么容易听出来 比如说三怎么读 在无线箭里面 三一次听不清楚 所以我们要读 二 说数这个应该 然后这个怎么读 五 无线箭里面是要这么读 五 五 而不是五 五 对 要把这个 放一出来 五 然后这个九平时怎么读 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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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对吗 九 因为这个不管是这个航空英语 包括这个航空我们用的这个数字 它的发音呢有一些是相信的 你在那个队长机率很难就是判断出来 比如说B和D 因为这个讯息对于航空这个飞行来说 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一个字错了可能就会有大事故 所以这个叫做飞行五小事 我们学的 我们所有的 都一起快速地读一遍好吗 好嘞 A B R A D D E E F F D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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